Ivan 拿破裂牛樓到會, 到 你沒有約人嗎? 這麼有空幫Colid姐送個外賣? 是呀 你好像不太有空, 錄影機壞了? 是呀, 昨天明明教了時間錄的 怎麼錄不到?不知為何呢? 我幫你看 你認識嗎?好 認識 是, 是呀, 我姓馬的 是呀, 我剛打過你 我想問問你們維修部的地址 你等等 你說吧, 荃灣 德士古道 136號, 13樓 好, 好, 麻煩你 好, 再見 錄影機沒壞, 硬碟膠溢, 所以浪到 所以你以後就有個習慣 看完東西不要, 就自己做 是嗎?就是這麼簡單 你… 幸好在你家裡 好像常在窗戶裡 就有時間找了 但是我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幫你收拾 你幫我收拾嗎?不是Dr.Crew嗎? 哪裡收拾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它不要再跌 你有沒有透明的指甲藥嗎? 謝謝 你的筆蓋經常跌 其實是因為金屬長期磨擦 虧了所以鬆了 我現在替你塗一層指甲藥上填的位置 就不會太容易掉了 如果遲些再鬆 你就自己塗一層 完成 謝謝 這個笑容才配一支筆 我看見筆有個落字 我想這支筆的背後 一定有個很快樂的故事 媽媽 這位是… Ivan, 發政部的同事 哥今天做外賣仔 信拿破崙牛拿上來的 伯母, 你好 謝謝你 不用 不要站在這裡, 坐吧 來 買了什麼書? 沒想到來的小說 我看完前面的三本而已 我想繼續追下去吧 原來伯母你也喜歡看偵探小說嗎? 難怪什麼媽媽塗得那麼厲害 原來遺傳了你的DNA 不是的, 我哪有外女那麼厲害 我只喜歡看而已 不過今天很可惜 我只買到第六和第四冊 第五冊賣斷了, 要等再辦 是 媽媽, 你這次真幸運 Ivan跟古彩尼很友善 是嗎? 你可否跟古彩尼說 叫他讓第五冊給我? 讓什麼? 什麼鬼, 打他胸口拿吧 連簽名也還可以 真的嗎?謝謝… 嚇什麼氣? 對, 你喜歡喝紅酒嗎? 喜歡的 對, 我們有一瓶紅酒 放了很久了 那你每天上來吃飯 我們開了一瓶紅酒, 好嗎? 好 古彩尼會不會上來? 如果我叫到應該沒問題的 那你幫我叫他 好… 要什麼?快點說 遺忘了, 不保證 同意, 熱奶茶 我要紅豆冰 鴿茶小甜, 半碟蛋撻 一碟 還要小吃, 聽到嗎? 雞翼… 你們開大食會 我們大家疼愛你, 河北就著叫 要記一下, 吃點茶也不夠錢 洗澡也不辛苦, 隨便叫, 請 謝謝… 剛才有些誠意 是 不妨礙你們吧 謝謝… 不妨礙了, 什麼事? 明天不是上你家吃飯嗎? 已經有紅酒和燒羊架 我應該帶什麼上來呢? 什麼都不做, 特工回家吃飯 還要喝紅酒 其實我媽媽就是特工的書迷 她想見一下偶像而已 我原來是這樣的 小子, 你好像對好紅酒很有研究 對, 但認識一點而已 夠你吃羊架吃得那麼精 對…我很精, 吃羊架 反正我還欠大家一頓 不如叫Madam Leung和Tim Sir 上來我家開一位真正的大食會 好啊 好, 我叫Madam Madam, 你開大食會嗎? 是 是否聽事有份? 如果是的話 我可以叫媽媽準備多點小吃 Madam有什麼所謂? 好…我要這個芒果大蝦沙律 我不吃芒果, 不如吃奇異果行嗎? 神經病, 我這麼不吃奇異果, 芒果 那不如要大蝦沙律 加芒果鋪丁和奇異果班戟就行了 加多美墨西哥辣肉醬 很老 當然也好 其實沒問題, 我已經捨得了你們的要求 到時你們想吃什麼就做什麼 你真心意 你真心意, 都會吃… 媽媽, 都說不用搞這麼多事了 又弄沙律, 又烤曲奇 他們很隨便的 我知道 不過我看你跟他們相處這麼融洽 那些法政法醫又這麼厲害 我是你媽媽, 我很應該幫忙慰勞他們 怎麼了?不舒服嗎? 胃有點頂著… 你今天吃過什麼? 今天你爸爸把南瓜西米拿下來 我只顧著做這些 看到有點肚子餓, 我吃了一碗頂著肚子 那你別做了, 出去休息一下, 讓我做 快點, 不要緊, 我做吧 接著來吧, 我先開門 你好 先生, 這位是法佑, 大哥 大哥, 你好 阿九 你好 你來玩嗎? 來, 進去看看, 你好 你好… 法佑, 我自我介紹 我叫沈紅, 我叫阿姓, 我叫阿姓 我是古Sir, 我是石仔 Juzy, 我是法佑 是, 你好 Tim Sir, 還有一位朋友, 先生 你好, 阿姨Ivan, 你見過吧 你好, 阿姨 見過了 這位是不是鼓掃來的? 是呀, 你好 你看到了, 阿姨真的很喜歡你 你會輸的 謝謝你捧場 我這本致命短信 外面是賣的一尺寸 不過我自己保留了幾本 送一本給你 謝謝 我是 你貼了一頂嗎? 當然 謝謝, 我今晚一定看完它 謝謝你 我們沒有文采, 手信沒有它這麼珍貴 但也很有心思 除了洋架之外 剛才有日本的甜品 我們每人都同樣 別這麼客氣了 小姐, 我沒有他們這麼有心思 我只買一瓶白酒當作見面禮 不過這瓶白酒有花香味 希望你喜歡 我喜歡… 還有一瓶古月龍山 家華妹會很好喝 好… 不要站在這裡, 坐下… 好… 來…不客氣 來, 隨便 我睡著吧 好… 總經理, 我已經照你的吩咐 準備了今天的菜單 留了今天的最漂亮的老鼠斑 和最沙眼的綠蝦 好, 上菜吧 是, 總經理 Ben這間酒樓真是搞得又升又色 裝修又麗麗, 伙計又質素 當然了, 用不著說 全都是我自己下手的腳做的 Ben這次是否值得贊 的確做得不錯, 努力做好一點 知道 總經理, 有兩位食環處理職員 說要見你 什麼事? 你就是你的酒樓的負責人嗎? 是的, 有什麼幫助你? 我們接到衛生署的通知 很多市民吃了你們的食物之後 都感動不息, 為食物中毒 由於食物中毒的個案遲早出現 我們要暫時封閉你們的酒粒 要將酒樓徹底清潔和消毒 同時, 我們經過調查之後 發現你們這裡還沒聯合有牌照經營 遲些法庭會給你一張傳票 控告你們無牌經營食肆 你說什麼?你們查清楚了嗎? 你不讓人家在別處寫髒話賴我們 封我們店, 你有沒有證據 證明我們酒樓有問題? 你這麼搞法, 我兒子怎麼做生意? 貴兄什麼事? 我們賺少個笨, 你能賠得起嗎? 你剛吃完我的東西之後吐? 會用什麼食物中毒? 我現在馬上過來 馬先生, 我們的同事 拿你們的食物回去發炎 如果真的發現你們的食物中原問題 我們不排除會控告你們 其他的危害事, 好嗎? Ben, 你有沒有搞錯? 很久以前你都這樣開門做生意 還搞到有人食物中毒? 你是不是想坐牢? 媽媽, 你有沒有坐牢那麼突然痴 沒人看你 爸爸, 媽媽很不舒服 阿黎, 你怎麼樣? 她又吐又吐, 不知道是不是食物中毒 究竟南瓜生物拿去哪裡買回來? 總之就激心了 阿威… 誰? 裝什麼?你現在死了沒有? 這裡不歡迎你, 你走吧 快點叫我走, 怕我踢爆你 抓幾個賊子, 就唱到到處都知道 我兒子開酒樓做老闆, 你現在眼紅 我沒興趣又聽你說廢話 你們被這個八婆上司收買來演戲 加上來害我們兩個兒子 去食華主要投訴, 叫人掩蓋Bank的酒樓 原來媽媽就是吃了你兒子的酒樓 弄得食物中毒 你這臭丫頭, 你在裝模作樣? 這個女人果頭還吐, 果頭食環署的人 還不是你投訴? 你說夠了沒有?閉嘴 好, 不要 我先喝酒… 你這個女人你算陰毒了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事嗎? 故意搞大件事, 搞到Bank的酒樓倒閉 你別用指望 我想你說話清楚一點就好 你兒子的酒樓之所以倒閉 是因為他賣了不乾淨的食物 就是了, 不知道放了什麼髒東西 你的食物壞人還在發大事 也真是極品中的極品 你先找郊雅點遲點吧, 人命有關 你這個臭丫頭 你的勾馬甩的手段刺激你媽媽 上次由這件事來做駕倆 這次又有第二件跟你撐腰 你說話不要那麼難聽 我教你們而已 你們兩個黏在一起 是不是肯定自己的命夠硬 他正一, 你夠膽就說 我什麼不夠膽說?三個字 劏豬凳 好, 媽媽就是吃了你兒子的酒樓的東西 弄得食物中毒 她不用再指望做生意 不然我不叫馬國英 我們祝年後聲音, 祝大家在兔年 不斷聲音越強越強 沒什麼難得到你 實現理想, 二如反掌 恭喜… 別人說… 我心中毒, 他也不想要吃 我沒有, 你看 我心中毒, 天啊 我才不想要吃 我心中毒 你又不是, 天啊